是谁把他捧成了河北首富 魏建军身价一年内翻了近三倍 成为新进河北首富 他个人财富的增幅 正好与长城汽车股价的整幅接近 第二 魏建军启动聚焦战略 集合长城所有的资源 专心做好一个品类 把哈佛H6打造成爆款产品 价格又低 退市又全 几乎让他在同级别SUV领域有对手 还有人将长城的市值增长 解释为与造车合作的绯闻 这已被长城不予评判 小米官方辟谣的消息 只能解释长城股价在某一天的上涨 却无法解释整体趋势